蛋壳、甘利、万丽达加盟 张艺兴的DNA音乐联盟有什么值得期待 张艺兴的DNA音乐联盟进行众与官员 除了张艺兴本人外 还有蛋壳、甘利、万丽达这三位全职rapper 与马波仙、汪子义、善意泉等人加入 这样的组合阵容让很多人都特别期待 因为蛋壳、甘利、万丽达这三位是全职rapper 善意泉是歌手 张艺兴与马波仙更多的偏向全能艺人 不问之一 蛋壳与甘利加盟DNA音乐联盟后 会得到更好的制作与推广 并且有善意泉的存在 无需单一没人唱hook 在说唱歌语中 一段好的hook会给歌曲带来很大的加分 甘利今年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此前与万丽达合作的狂念 能够成为热单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万丽达的hook 而善意泉的歌曲如果能够将要说唱 也将得到更大的情绪递进 万丽达本身就是一名传闻rapper 无论是纯说唱还是唱歌 万丽达都能游刃有余 并且相比于其他rapper 万丽达是为数不多 能够一直对新的风格与素材 不断探索的人 在今年的中国社长 电风队局节目中 万丽达就很好的证明了这点 因为他不单单展现了 自己全面的音乐风格 更是让大家看到了 他对音乐的探索性 我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为在这首歌中 万丽达不单单尝试了 Aphrobat音乐风格 更是将福建传统同样融入其中 同时歌词也有一定的深意 这种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融合 永远都不会过失 也让我们看到了万丽达 对音乐的不断探索与创新 很快DNA音乐联盟的Cypher就会推出 而他们的音乐风格 也暂停为流行 RMB与HIPHOP 年度主节则是爱 让我们一起期待 DNA音乐联盟会给我们 带来什么惊喜吧